我要小姨给我买的娃娃到呀 不行 我不能让妈妈记得 我要重重让小姨给我买娃娃了 妈妈 你猜我剪到什么东西 你剪啥宝贝了 一个美人鱼娃娃 真的假的 你在哪儿剪呢 就在门口 谁会丢我们门口啊 是不是你俩谁偷买的 不是我买的 这是我在门口剪的 也不是我 这个真是奇了怪了 谁能丢我们家门口呀 这是我的 妹妹是我剪的 我的 我的 胖 要不这样吧 妹妹 我们还是老闺子 我们比赛画画吗 你就别 没想到妹妹那么快就赶紧了跟我PK 比画画我可是没输过 这次我也不会让你赢 之前买的刮刮画画还有 来着再PK一次刮我画吧 我选择了刮一个城堡 妹妹选择的是一个公主 爸爸们等会还得麻烦你们 让裁判咯 我也不管了 就让他们PK去吧 等娃娃真正主人找来了看你们怎么办 不过这也太奇怪了 不可能有人会丢在我家门口呀 这到底是谁买的呀 姐姐我画好了 你好骂呀 马上就好了 我画好了 爸爸们 这是我画的城堡 这是妹妹画的公主 喜欢我的抠衣 喜欢我的抠衣 妹妹太赖皮了 光画说了不但不承认 还把姐姐的画给毁了 这是我的 看公司问问妹妹把看看包包画谁赢了 妹妹你快看看我的姐姐玩玩花谁赢了 不用看了是姐姐赢了没人约给姐姐 凭什么买的也是我的 你说凭什么啊 这个娃娃是谁买的我都知道了 你还给我撒谎 够合法评论去支持姐姐的多 这个当然给姐姐了 好 这个小姨在我脑袋工作屏 不管那你去玩吧 妹妹你这干嘛 你太过分了吧 谁呀你刚没有我的好看了 你这是谁呢 你刚毁了也是我的好看 我的好看 你敢不敢再给我PK一次 PK都PK 妹妹就是个赖皮精 她居然为了赢把我辛苦画的城堡给毁了 但是我一定让她心服口服 确实呢是自由发挥 我画的是星星的萤火虫 妹妹画的小鱼 喜欢我萤火虫的扣衣 喜欢我小鱼的托案 妹妹被姐姐诬陷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弄明白 昨天姐姐的DIY文具盒被妹妹弄坏了 妹妹挨了一顿打 可很多宝宝们说妹妹是被诬陷的 不行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谢谢 妈妈买了粘筒你想不想玩呀 想玩 想玩 想玩的话那你告诉妈妈 姐姐的文具盒到底是不是你弄坏的呀 真的不是我 难道真的不是她吗 谢谢 你去把姐姐文具盒拿过来慢慢用一下 姐姐文具盒在哪里呀我不知道 妹妹都不知道文具盒放在哪里了 看来真的是我冤枉了她 真的是姐姐诬陷了妹妹 不过姐姐曾经错误态度很好 你们说我还要不要惩罚姐姐呢 妈妈 姐姐和我一首页吗 我才不信呢 姐姐不能和我妈妈东西 姐姐带你不去拿打 看她说的有模有样的 我还是去看看吧 哎呀 佳河你这是在干嘛 排串呀 这也不是我的呀 这首串哪来的 这是我冠病生我的 现在可留身排串了 流行的啥 我看你这是提前不如老年态 妈妈你是啥也不懂 这是解压的 解压 你这么大有啥压力啊 谁说没有压力 我学习压力大得很 我的妈呀 笑死我了 这才刚要学习知识就有压力了 妈妈要不你给我买个葡萄牌吧 你可拉倒吧 我可不赞同了 妈妈你就答应我吧 我答应你也可以 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啥笑 你不是想要养小仓鼠吗 给你买葡萄也可以 但是不能要小仓鼠了 要小仓鼠不能买葡萄 啊 我都想要 那可不行 只能二选一 好 那我啥笑吧 宝宝们你们说 我是要葡萄还是仓鼠了 走走走你快走走 我今天要再打一张那里头 咦 我的火星张啊 不会又是妹妹吧 妹妹见五星张吗 她们刚才就叫我 我没见 妹妹见不可能呀 我明明放桌子上的呀 只见是她又给我藏起来了 看我找到怎么收拾她 妹妹这是你干的吗 你为什么要扔我的火星张 我没有 妹妹 你太过分了 今天我刚才把你也给扔了 走走走你快走走 我现在被打一张那里头 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 你俩干嘛呢 我在罗道里就听见你俩涛涛了 妈妈你看看妹妹说得太过分了 她把我的火星张都扔了 妹妹 我以为扔的 原来是因为这事啊 你可真怨望妹妹了 这个呀是妈妈扔的 什么妈妈你为啥要扔我的火星张呀 来来来 我给你看个视频 看到了吗 火星一张是有毒的 太赞人了 我也好快又不玩了 宝妹 你们都有火星一张吗 有的话赶快扔了吧 我今天要故意笑一笑嘛 哎呀佳河你干嘛呢 这不能吃啊 昨天妹妹想吃这个 佳河都不让吃 没想到今天她自己吃起来了 赶快吐吐吐吐 你不是知道这个不能吃的吗 你怎么还吃呢 妈妈那里头是卖牙糖 我就是好奇想糖一下 你呀你不行 我得带你去医院看看去 哎呀妈我没事 我去医院啊 妈妈你别说还真甜呢 你是不是傻了 你想吃它又不是不给你买 明知道不能吃你还非得去潮试 看妈妈是真相信了 这孩子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叫她去医院也不去 宝妹这个东西藏了一口应该没事吧 干嘛呢西藏快松开 家河你也太没用了吧 你不会还手呀 你是姐姐就让她这么欺负啊 你会不会还手呀 我问你呢会不会还手 会 还手 西藏你告诉我疼不疼 那你说你抓姐姐姐疼不疼 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知道吗 姐姐是不舍得打你 如果在外面你也这样 谁还惯着你啊 有什么事情和姐姐商量的来 实在解决不了的可以找妈妈 不能动不动就上手 这样是不对的 我真的要穿呀 然后再也不这样呀 姐姐就不吃 家河你记住了 以后不管是在家里也好 在学校里也好 有人欺负你 你首先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受伤 我们不主动去惹别人 但是我们也不能任由 别人这么欺负 你要学会还手呀 你要告诉对方 我不是好欺负的 知道吗 我知道了妈妈 我不是好欺负的 我不是好欺负的 Jawapan